这是一代歌后邓丽君出病时的真实影像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 把邓丽君的遗体放入棺果中 此时的邓丽君 穿着生前最喜欢的浅粉色旗袍 安详地沉睡在一个 可以完好保存身体50年的铜质水晶棺果中 整个人的仪容十分地安详 她的母亲正忍痛在整理女儿手腕上的衣服 好让她漂漂亮亮地离开人世间 邓丽君曾是火遍大江南北的田歌皇后 她的歌声甜美到让人窒息 在8090年代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可惜的是红颜薄命 在1995年5月8号的一天 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的一家酒店里 因支气管哮喘发作后经送往医院抢救无效 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此时的她仅仅只有42岁 第二天 她的遗体就被运回台湾省台北市的一家殡仪馆中 向亲朋好友们做出最后的道别 当时这一消息传开后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这个事实 粉丝们更是难以接受这样的噩耗 随后 因媒体把殡仪馆灯中心邓丽君的照片大肆报道后 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才相信这个难以接受的现实 各界人士都表达了悲痛之情 当时邓丽君的葬礼十分的隆重 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在全程转播 将近20万人来到现场悼念和告别 这样的场面在台湾只有蒋介石有过 虽然一代歌后邓丽君离开了人世 但她生前的歌声却依旧留在了人们的心目中 成为了一个音乐时代的经典 即便现在重温邓丽君的歌曲 依然可以感受到 她那绵柔雅致 圆润甜美的歌喉 直出人们的心灵